日本女人的僵尸脸 日本对西洋主动拥抱 到了明智中后期 一种来自欧美的技术 彻底改变了日本女人 这种技术被称为卫生美颜助 从这名字就可以看出大问题 也就是当时人们觉得 日本传统化妆方法是不卫生的 本图为明智中期 曾到欧洲留学 学习美容术的北原十三男 明智为新的国度里写道 1900年代 欧美国家的美容法进入日本 其中美颜助成为新闻报刊的热门话题 这是明智38年1905 一家理容馆开业时的情形 照片很清晰 大家可以仔细观察一下这个房间 左下角这位中年妇女的表情 是不是亮了 是不是有点像容罗罗 以我的观察 她做出这个表情 不是没有原因的 大家观察那间屋子就可以看到 吊灯 吊闪 西式窗户 前面正在里容的女子身上盖的被子 本图为1907年进行美颜助的情形不错 这种玩意儿 可不是一般人能享受到的 据当时资料显示 一次40分钟的美颜 费用是50钱 一日元是100钱 网上有资料显示 明智30年代 初级小学老师的月收入是8-9日元 工厂熟练工是20日元 大瓶啤酒价格19钱 豆沙面包1钱 20斤大米 一日元多一点 明智为新的国度里写道 美颜助给日本女性带来了福音 以健康美容和理容病具的方法 达到了科学综合美丽境界 我找了下资料 当时的美颜助 类似于现在的洗面加面部 肩膊按摩 与日本传统的涂上厚厚的 含铅的脂粉完全不同 书中还写道 美颜助迅速在上流社会的女性中流行 贵妇人们再也不像以前一样 把牙齿涂黑了 而随着国产化妆品的崛起 一般女性也能用上了 本图为明智41年的美颜助 可以说 欧美的美颜助 彻底改变了日本女人 据说 也养成了日本女人终身化妆的习惯 导致一些男人 一辈子也没看到过另一半的素颜 本图为大正两年的化妆品店本文照片 来源网络 若有侵权 请联系删除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